第32題 我們知道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音速度一樣 所以甲乙丙丁四個聲音的速度是相同 所以B選項說 以產生的聲音傳的最快也是錯的 我們的丁的頻率到了25000赫超過了20000赫 超過了人耳聽覺範圍是超聲波 所以丁書選項說 丁產生的聲音人耳聽的最清楚也是錯的 那麼丁他的響度分配數是90分配是最大的 所以他的聲音是最大聲 所以C選項說 丁產生的聲音最大聲是對的 所以第32題問我們說 下列有關於他們產生的聲音 在空氣中傳播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丁產生的聲音最大聲